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其實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, 說香港就有些大陸來的遊客女人來的, 就做這個新手黨, 就問人拿錢開飯之類的事。 其實在昨日直播的時候, 一直都有網友在講不止一個, 有幾個在講就提出澳門都有這件事, 他說道他問我昨日出家拍片, 有沒有給大陸女人去借移民奴, 然後要求給錢吃飯呢? 其實我自己就沒遇到過, 可能我自己走路比較快, 他們要追到我不是那麼容易, 但是這個網友說, 他說他在昨晚8點左右在幸運角樓下被人問, 然後在竹林寺附近都有, 四日前在藥山和三盞燈附近都有這種亂象, 所以就希望我們可以講一講, 其實這一類是有聽說過的, 因為澳門是有的, 之前亦都有人跟我說, 說在關口附近, 清貿附近, 都有見過這類那樣的人, 就跟你講無錢吃飯了, 甚至乎跟你講, 說無換錢到你, 我就得這個微信錢包有錢, 全部人民幣, 但是如果你跟我說, 說你有人民幣, 那我不介意的, 你拿人民幣過來跟我一換一換, 我OK的, 你人民幣即時轉數給我, 我即時給一百元你開飯, 我可以的, 即是你這個我沒問題的, 我好樂意做人的, 因為這樣我還賺了回叉嘛, 所以其實他們說, 沒有帶錢這一樣東西, 是講不通講不過的, 有個微信在這裏, 基本上你都要有錢啦, 你還有支付寶的嘛, 大家認爲對不對, 另外他還要補充, 他說內地, 這街頭沒人拿錢的人, 通常在黃昏五點半之後左右出沒的, 年齡十八到六十幾歲都有, 兩個禮拜前六點半左右, 在林某堂來來超市, 就有清茂口岸去陸陽花園之間遊站那段, 海旁休氣區都有, 亦都是拿錢吃飯的, 另外他試過在聚龍軒, 還有聖家小學那些內街都有出沒, 如果內街遇到這些人要小心點, 因爲如果你不給錢他的話, 因爲內街可能人比較少, 沒有人的話, 我怕他會打劫你, 所以這段時間, 旅客多了啦, 但是犯罪率應該理論上, 人流多了是會上升的, 所以大家自己都要小心點啦, 遇到這些新手問你拿錢吃飯的人, 不要理他啦, 直接走啦, 如果不是出了些什麼事, 就好麻煩啦, 其實我自己都試過有一次的, 就是夜媽媽在街上走, 整條街沒什麼人的, 然後有個人突然之間走過來跟我說, 說他是香港人, 比如說新聞證我看, 香港新聞證, 然後跟我說沒錢買船飛回香港, 跟著我說關我什麼事, 叫我給200元的食飯, 說會轉錢給我, 我說我都找你不到啦, 跟著後來我就走了, 怎知我轉身的時候, 他開始用粗口不斷罵我啦, 後來我問回人才知道, 原來這個人是慣犯來的, 而之後我在差不多地方, 也有遇過他一次, 我就知道了, 原來他應該都是那些 新手問人拿錢的人來的, 因為當時為什麼我會不給錢他呢, 那時候是疫情期間來的, 都未通關, 你怎麼去香港呀, 你耍我嗎? 好啦那今集呢, 同大家就看到了這裡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, 下面留言啦, 下集再見啦, 拜拜!